这是客户自己上门来了 亲自上门来了 我非常的荣幸 雕兄你是极少数上门来定制的 所以这个视频一定要记录 不排量 怕什么 你长这么帅你怕什么 我看到这个美女这么漂亮 我都说美女坐边边上来 长得这么好看不给人家看 那怎么行 你看这个料子 这里有一点棉 但是问题是不大的 因为这个棉没有穿过去 然后这件也够大 看你的视频我感觉好像会大一点 已经够大了这件 我还想着能不能做两件 做两件的话就这样子了 没事 先按你的那个 不是不是 是不是 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很高啊 对 它其实可以这样子的啊 这样有点小气 哦 怎么会小 不是 我当时看你视频 我只觉得跟我巴掌差不多大 开两件的方式 先等一下我大概化一下 然后那你放一下你巴掌吧 是不是跟巴掌差不多 也是啊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看你也不是很高 而且要是长期背带 太大也不太合适 你这样子两件都很优质啊 我感觉这样看的话有点小 来 小 没关系 马上又变大 你刚才那个按一个来 按一个来 那边边角角可不可以推给你 推给我干什么 做电池 可以啊 你要这样子也可以 但是我是建议你把这边边角角 做起来嘛 你这个品质都还可以啊 这样会不会太大了啊 老师 大了一点啊 有很多手啊 其实呢 做千手观音最主要就是表现那种形式啊 就是它做出来的呢 你看的千手观音就好像以前那样 它又非常具体的 哇 很多很多手 现在做就要简化 做那种形体出来 啊 千手观音就不是做一千只手 不是做很多很多只手 又可能做六臂 百臂 之后呢 虚化一点点 有意境一点的 如果做千手观音呢 就不要用金包边 到时呢 这里整个金口 亮一点的金口就很亮了 就是看着 是 要搭个洞 就是说怎么样呢 看着又简单又亮 千眼观念世人 千手不变众生 珍树千手 这个料纸呢 这里有些棉 到时候做会压掉的 然后呢 这是客户自己上门来了 亲自上门来了 我非常的荣幸 为什么呢 它首先是基于对我们的信任 顺便来我们接洋玩一玩 我们接洋这里的孔庙 可是全国第二大 南方最大的 接洋缺光是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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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图已经定稿了 就开工吧 就开工吧 我们接洋缺光是吗 接洋缺光是吗 接洋缺光是吗 河族有力 除魔也就是会的 为了要重新民间一大海 今天我只好开沙地 我们每次收着自然光的视频 都是出去外面 今天特殊在这里 哇那是 我告诉你 这位置上 其实是有的 有点绵的 然后刚好压下去把它压没了 哇 这个够大 那是 这个是客户自己上门来的 有你手掌挺大的 看手指吗 这三个手指 对 肉细总好 做出来就是好 还带一点底 它显宫 它这料子带有一点质底的 你看我放下去 你看 是不是 对 不过好像这个光怪怪的 他们要说灯闪来闪去 其实福总啊 这次讲视频 我能不能多个要求啊 你说 他手上拿着的东西 能不能告诉大家 视频也告诉过一次吗 有吗 有 所以说这次我剪的是打算 天主观音好像是比较偏惩罚性的 那个 我是往这方面走的 好吧 然后这是料子的背面 再差一点点 用光都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看不清楚 还不够偷 还不够 成功